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傻眼! 美国加州旧金山地区的一个四口之家,家庭年收入若达到11万7400美元,约新台币358万元,仍然会被列为低收入户。 如果是73,350美元,约新台币224万元,则是超低收入户,但7万多美元在美国其他地区已经是高收入家庭了。 据BBC报道,这个状况可能让许多人感到惊讶,但按照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最近的一份报告来看的却如此,因为不少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,在旧金山仍然有机会拿到租屋补助。 在美国,一个四口之家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是9万1千美元,约新台币278万元,所有家庭的年收入平均中位数则是59000美元,约新台币180万元。 显然旧金山的家庭收入标准更高,住因是大城市的薪水远高于美国其他地区,旧金山已成为IT和其他高科技产业的中心,经济相当繁荣,聚集了美国许多收入最高的工作者。 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,旧金山都汇区25至64岁的全职员工,个人收入增长了26%,远远快于其他大都汇区,2016年个人平均年收入达到6万3千美元,约新台币192万元。 不过,旧金山还是有很多工作收入少得很多者,最少的就是农场工人,通常一年薪资只有18500美元,约新台币56万元,托尔所员工收入则是22300美元,约新台币68万元。 虽然如此,旧金山整体收入平均仍然比全美平均高出45%,因为在旧金山收入最高职业,平均年收入达到19万3千400美元,约新台币591万元。 知普,这种职业就叫做医生。 普通的执行长或行政管理人员,薪资则是16万7千3百美元,约新台币511万元,而软体开发人员平均年收入为11万7千100美元,约新台币358万元。 不仅是个人平均高收入的状况下,让家庭年收入11万7千400美元者被列为低收入户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那就是高租金。 九金山地区内二房公寓,每月租金为3121美元,约新台币9.5万元,但在俄海俄州的新新纳提是,同款房屋只要845美元,约新台币2.58万元,就能租到。 因此,对于九金山的许多人来说,负担租金是一项重大挑战。 整体来说,九金山地区的生活成本,比全美平均高出了25%。